虽说表情多了几分古怪 可半晌后 楚清禾却又莫名觉得想笑 毕竟 能够让妖月这力道都控制不好 足以看得出妖月当时动手时 明显心也是乱了 不然的话 以妖月对于真气和进气的掌控 将那块带着落红的床单取走时 也不会顺带将这床和地面都破坏掉 只是昨晚楚清禾直接被妖月给点了穴睡过去了 没能够发现当时妖月的样子 倒是感觉有点可惜 不过 说归说 还好楚清禾衣术好 私底下时不时地对这两个妖子照顾得好 不然这冷不丁地被搞个突袭 表现要是差了就丢人了 在这发散到明显跑偏的思绪下 楚清禾也是穿戴整齐 等到将这被单收了起来后 才是打开门向着外面走去 竟是莫名有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此时的院中 厨房里面的屈飞烟正在忙活 小赵则是驱动内里 和还尚未入门不够纯熟的遗花街玉 将地上一些灰尘聚集起来 只不过动手间 小丫头还是揉着脖子 一副隐隐有些不舒服的感觉 当看到从房间里面出来的楚清禾时 小赵第一时间看向楚清禾 并且招呼道 公子早 早 回应了小赵一声后 看着小赵此时左手揉着的位置 楚清禾哪里不明白 昨夜怕是妖月 也点了这两个小丫头的穴道 目光清扫下 楚清禾先是看了一眼院子 然后又看了看妖月此前居住的房间 看着那开着的房门 楚清禾略带疑惑地看向小赵道 妖月呢 文言 小赵开口道 半个时辰前月姐姐就出去了 叫醒我们的时候 还嘱咐我们转达公子 她要出去几天 出去几天 听着小赵的回应 楚清禾先是正了一下 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昨夜之后 妖月回过神来 不好意思面对自己 所以出去躲几天 但下一瞬 这念头就被楚清禾否决 就妖月的性格和心性 既然选择了昨夜摸到自己房间里面 显然是已经想好了 哪里可能有出去躲几天的行径 思绪流转下 楚清禾顿时明白了 妖月这离开几天的的原因 当即脸色也是古怪了起来 这时 端着早点 从厨房里面走出来的曲飞烟 也是满脸疑惑的 昨夜开始就感觉 月姐姐有点古怪 现在大清早地离开了 不会是一花宫那边遇见什么事情吧 听着曲飞烟的询问 小招也是面带关切地 看向楚清禾 迎着两女的视线 楚清禾美好气道 一花宫能有什么事 没意外的话 她应该是去黑木崖找东方不败了 去找东方姐姐了 曲飞烟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又是面露恍然 也对 东方姐姐忽然将那画本送回来 估计现在月姐姐也是气得不行 显然小丫头此刻想的还是比较简单 并没有猜到一月去找东方不败的具体缘由 对此 楚清禾翻了个白眼也没有过多的解释 一花宫作为顶级势力 内有天人静的高手坐镇 放眼这西南之地 有谁敢将注意打到一花宫身上 自然 能够让一月这大清早就迫不及待地出门的原因 只可能为了一个人 东方不败 至于原因 显然是去东方不败面前炫耀了 虽说此前楚清禾就知道 腰月的性格要强 但却没想到要强到这个地步 想到这里 楚清禾忍不住捂着脸 漠然有了一种些啼笑皆非的感觉 只是笑容还没在楚清禾脸上 停留超过三息的时间 楚清禾就笑不出来了 问题来了 当腰月到东方不败面前 得知将这一血拿下来后 东方不败那边又会是什么反应 揍自己一顿 或是多揍自己一顿 一念至此 楚清禾忽然间也是有些头疼了起来 奇人之福虽然是可以带来双倍的快乐 但一个处理不好 带来的麻烦却是远远大过于双倍 看着楚清禾此时这一脸惆怅的样子 小赵和曲飞烟相互对视一眼 脸上军事浮现出一抹疑惑 不明白无端端的 为何楚清禾这边却是忽然忧郁了起来 饭后 带到两个丫头将厨房收拾干净后 小赵拿着楚清禾和他们昨日沐浴后换下来的衣服走到水井旁边 曲飞烟则是提着菜篮向着外面走去 不过不等曲飞烟走出内院 楚清禾却是忽然开口道 房间里面的床和地板坏了 回来的时候顺便找个两个工匠上门来修理一下 小赵疑惑道 昨日打扫的时候公子房间的床和地板都是好的 怎么忽然间就坏了 曲飞烟想了想后询问道 难道昨夜我和小赵睡后 月姐姐又找公子你打架了 楚清禾含糊的 嗯 泪一声 严格来说 曲飞烟这说法也的确没错 昨晚的的确确是和腰月打了几架 只不过楚清禾是一直被动挨打 想到这里 楚清禾刚刚才好转了少许的心情 瞬间又是有些抑郁的倾向 叹了口气后 一只手撑着下巴喝着茶 莫名觉得此时外面那爆竹的声音 以及此时从空中飘下的飞雪 显得有些闹心 将楚清和那一脸忧伤的样子收入眼中 曲飞烟叹了口 就月姐姐和东方姐姐 这争锋相对的样子 也是难为公子了 但说归说 此时曲飞烟向着外面走去的步伐 都是有违的轻快 下午 在这天空大雪纷飞间 和小赵一起下这五子旗 然后时而喝口小酒 再丢两颗包好的油炸花生在嘴里后 那美滋滋的感觉 让曲飞烟脸上满是享受的神情 看着一旁此时 这懒散的两个丫头 楚清和清清地摇了摇头 此前东方不败和腰跃在的时候 不管是曲飞烟还是小赵 都是处于一种被管折的状态 除去买菜做饭外 上午得一起修炼内功心法 下午有太阳就算了 没太阳的时候就得修炼武学以及招式 并且还是在东方不败和腰跃的调教下进行 也就晚上比较放松和随意 现如今腰跃和东方不败离开了 这两个小丫头自然也是放飞了自我 那感觉就像是父母出门 将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一样 家庭地位临时加二 而对于两女这情况 楚清和也没去干扰 修炼吗 张弛有度 两女在的时候 顺带管管这两妮子无妨 不在的时候 全当给这两个丫头放假了放松放松也无妨 一直到差不多深石墨的时候 看着院中这大雪 不知道是不是昨夜晚上念叨的比较多 导致于今天楚清和莫名的 有点想要吃些羊肉 因此 在楚清和的要求下 刚刚结束了一举其举的曲飞烟 进入到厨房之中 拿起菜篮子后 便向着外面走 小招则是第一时间 凑到楚清和的面前 坐在小木凳上 少许时间后 小招将手中刚刚包好的水果 放在楚清和的面前 公子 听到声音 楚清和徐徐地睁开眼睛 在一只手接过小招递过来的水果 楚清和的另外一只手 则是顺势 在小招的小脸上轻轻地捏了捏 对于楚清和的动作 小招则是露出了一个乖巧且甜美的笑容 见此 楚清和不由感叹 所以说 哪有人不想有个小招这样可爱乖巧 而且还懂事的丫鬟 简直让人稀罕 半个时辰后 在去飞烟拿着刚刚买回来的羊肉 以及一些菜和小招一起进入厨房 将羊肉先稍稍处理了一下 才是走到楚清和身边坐下 然后从怀中掏出几本江湖风云路 俨然是之前出门的时候顺手买的 结果去飞烟帝过来的江湖风云路后 小招询问道 公子你要不要看 听着小招的询问 楚清和则是诞生道 算了 没兴趣 一开始 楚清和为了大致了解这个世界的情况 前面那几个月 也是会到城中的白小堂分堂 买下荡月最新的江湖风云路看看 不过在大致了解了天下各个宗门和势力的分布以及情况后 楚清和也就对这东西失去了兴趣 毕竟江湖中的事情 无非是在那恩怨情仇 功名利禄八个字里面打转 有看着玩意儿的时间 还不如将那百花榜给重温一遍 见楚清和没有兴趣 小招才是呕了一声 然后自己看了起来 只是江湖之中虽是每日都有风雨 但真正能够让人所关注的 还是那些知名的强者 在两女这兴致勃勃的低语间 楚清和也是被动地知晓了江湖之中 这两个月中发生的一些大事 上月月初 陆娇邦的浪翻云 竟然和大元国的摩尸旁班在恒兰岛上进行决斗 双方平局收场 而在月中之时 大唐英葵派魔女婉婉婉于 此行敬斋圣女士飞轩 在魏央湖畔相遇大打出手 当夜 此行敬斋旗下交好的一个世家满门被灭 而在这腊月之初 大秦国那边原本秦皇营正身边的 侍卫概念于残月谷遭遇三百秦兵 静灭之后潇洒离开 相比起此时 屈非烟和小钊对着江湖风云路上这单条的消息而诧异 楚清河的关注点 却是撰写着江湖风云路的白小唐 一个江湖之中的中立势力 旗下记录江湖之势的一个敛财工具 竟然是能涉及到五国 这之中透露出来的能量 以及这种信息收录的能力 在楚清河看来 才是更为让人瞩目的 而且 楚清河不觉得天底下其他人 不会蠢到看不出白小唐这情报收集能力 所带来的价值和作用 甚至于顶级势力都不可能不为之所动 按理说 白小生所在的这一个白小唐 无异于是一块肥肉 可白小唐到了现在还是保持所谓的中立 或者说有资格保持现在的中立 这背后透露的东西 才是让人值得深思和回味的地方 想着 楚清河的脑中不禁浮现出 此前岁日灯会时 在城中算命遇见的那两位老者 哎 不过 不等楚清河细想 一旁正在观看最后一本江湖风云路的曲飞烟 却是开口 像是发现了什么 察觉到声音 楚清河眼眸青台 和小赵一起看向曲飞烟 在两人的视线之中 曲飞烟高兴道 明日恒山派的刘正风刘伯伯正午之时 准备在南越城金盆洗手 小赵面带疑惑道 刘正风 五月见派中恒山派的那位 飞烟你认识他吗 曲飞烟点头道 这位刘伯伯几年前和爷爷结识 两人皆是喜好音律 几日之下便隐为知己 这些年也是时常相聚研究音律 爷爷现在归隐山林 很大原因也是因为刘伯伯 明白了两者关系之后 小赵点头道 原来是这样 随后 曲飞烟说道 刘伯伯在五月剑派之中身份极高 金盆洗手的话 应该也会引来五月剑派的那些掌门 也会前去观礼 场面应该不小 想到这里 曲飞烟放下手中的江湖风云路 转而看向一旁的楚清禾 公子 反正东方姐姐和月姐姐 这几日都不在 要不我们明日去旁边的南月城 看看刘伯伯的金盆洗手 反正距离不远 驾驶马车的话 应该一个时辰就能到 说不定 可能还会碰上我爷爷也在 小赵不解道 五月剑派的掌门 都会去观礼 飞烟你爷爷虽说已经退出日月神教 应该不会在这样的场合出现吧 曲飞烟浑然不在意道 就五月剑派那些家伙 就算是我爷爷去了 估计也发现不了 说完 曲飞烟一脸期待地看着楚清禾 面对曲飞烟的注视 楚清禾诞生道 都行 反正闲来无事 这南越城也在这雨水城的旁边 全当是闲逛散心打发一下时间了 同时也当作是买个保险吧 毕竟大过年的 别因为一些事情 让曲飞烟这女子哭哭啼啼的 最后还得自己费心思安慰 见楚清禾同意了下来 曲飞烟顿时面带喜色 公子你同意了 以及女对楚清禾的了解 基本上就喜欢宅在家里 每天宛若 闲鱼一样什么都不做 最近这几天 就算是让楚清禾写画本 也是尽可能的摸鱼 原本对于前往南越城 不过是曲飞烟的一时兴起 对于楚清禾的同意 小丫头也没有太大的指望 却不曾想 楚清禾竟然直接同意了下来 竟是使得曲飞烟和小招 都是有了一瞬间的愣神 将两女这惊恶的神情 收入眼中 楚清禾诞生到 反正从这雨水城到那南越城 就一个时辰的时间 倒是无所谓 对于己女的想法 楚清禾怎么会不清楚 事实上 楚清禾虽然是住在这雨水城 但又不是被监禁在这雨水城里面的 闲了或是腻了 出去逛几圈 再回来又不是不行 全当是散散心出去玩一会儿 又不是什么大事 从楚清禾这边得到了确定 两个丫头也是面带喜色 那我现在就出去租马车 说完 小丫头撒欢式的向着外面跑去 在去飞烟离开后 小招看向楚清禾道 那公子 我要不要收拾一些东西啊 文言 楚清禾诞生到 就待个一天的时间 随便拿上一两壶酒就行 其他的需要的时候再买吧 听着楚清禾所说 小招听话的点了点头 这段时间下来 小招也是开始逐渐贯彻 楚清禾那夜说的规则 在楚清禾身边时 听话就行 而在小招继续翻看着 剩下的江湖风云露时 楚清禾的 却是轻轻瞥了一眼 地上被驱飞烟 刚刚放在地上的江湖风云露 金盆洗手吗 心中念叨间 楚清禾的眼中思绪之色 一闪而过 少许时间后 楚清禾拿起旁边装着水果 或一些糕点干果的木盘 缓步地向着外面走去 与此同时 在楚清禾这院子 相隔不到十丈的位置 移出二层的阁楼之中 几名神水工的弟子坐于之中 一人静静地站立在这窗边 目光时而放在楚清禾那院子之中 嗯 孙师姐 那位楚公子出来了 声音出口 原本坐在一旁 那姓孙的神水工弟子 以及其他几人军事 第一时间闪身至窗边 目光第一时间 便聚集在了街道上 那无比醒目的楚清禾身上 看着那一席白胡求衣 带着几分慵懒 而夹杂着温和感觉的楚清禾 几女眼中也是一亮 然而 就在几女这用充满欣赏的眼神 看着远处的楚清禾时 几女却发现 那从门口走出的楚清禾 并没有抬脚动身 而是缓缓地看向了他们几人所在的位置 见此 这几名神水工弟子 忍不住侧身躲向旁边 同时 一名神水工的弟子小声道 孙师姐 那位楚公子 不会是发现我们了吧 姓孙的神水工弟子回应道 应该不会 我们这段时间的跟踪都很小心的 而且我也 从未在那楚公子的身上 感觉到修为的波动 应该不像是有武功 说着 在等了几夕后 姓孙的神水工弟子缓缓探出脑袋 其他几名神水工弟子皆是如此 而当几人探出脑袋看向远处时 却见那依旧站在街道上的楚清禾 还是看向他们这边 甚至于还微笑地招了招手 同时 一道声音也是传入到几人所在的这房间之中 劳烦几位姑娘 下来一见 至此 几女视线齐齐看向一旁姓孙的神水工弟子 眼中带着几分征询 迎着几人的视线 姓孙的神水工弟子面色 也是有着几分尴尬 咱们开始 hö磨浴台 ark原理宫